美國紐約曼哈頓地區法官表示 英國的安德魯王子 被控二十年前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子的案件 預計明年要在美國受審了 上個月底收到法庭文件時 安德魯王子才透過律師 要求法院要撤銷告訴 並堅稱對方的指控毫無根據 但過沒幾天 法官就表示了 雙方必須在明年的七月十四號之前 接受對方律師的質詢 而且如果明年的疫情狀況 讓陪審團可以出席的話 安德魯王子明年九月到十二間 很可能就要在美國出庭